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恩力亮 我是布萊恩 今天要來玩薩爾達傳說荔枝考驗頂級 成名 好 我們現在換成鬼神服 要穿鬼神服啊 對 因為攻擊力會增加 所以我們要穿鬼神服 可是這是頂級的會不會很難啊 這個守護者 不會 會不會我們這一場又跟上一場一樣 用吃到飽的方式 在打這個守護者 我們會騎東西 但是不是吃到飽 會去吃到飽 唉唷真的欸 他有帶帽子欸 頂級的他有三隻劍 還帶帽子欸 頂級的 頂級的是讓你撞武器的 喔真的啊 他有配備很多武器 到時候會掉下來給我們拿就對了 對 原來如此 一開始 一開始就給我們機關砲喔 對 一開始 他就會給你的機關砲 現在拿王族 刷口箭去砍 這是你用雷箭 他會被麻掉 這是我第一次拿頂級的 這個 喔來了來了 他好像要做旋轉喔 做旋轉 他不會打到這隻 好 好 好 我也要做旋轉喔 喔哇 喔 哇 不錯喔 Lucky 他應該扣蠻多血的 我們剛剛這樣子攻擊他 他扣蠻多血的對不對 對 我們開始 我們開始 換一下雷劍 他盾牌拿著 如果他沒有拿盾牌的話 你就可以用 一劍 把劍馬 OK 這個時候 就可以開始 喔 先蓄力 等他爆炸完以後 欸 王族雙手劍 快快掉了 才換一隻王族雙手劍 因為他有拿六級的劍 比我們還強 還好我們的王族雙手劍 可以在森林之塔 每天都可以拿 如果不知道怎麼拿王族雙手劍的人 可以看另外一個影片喔 可以教你怎麼 每天都拿一隻五十二級的王族雙手劍 對 他要使用那一招 就可以用電麻攻擊 電麻攻擊是很好的 但是電劍很難拿 通常那些龍啊 都不是 都會那個 拿電劍射你 你就去打他就好了 你賞過他的攻擊 才可以拿到電劍 吃一下東西 然後拍個照 好 再吃一下 先吃一個飯吧 OK 吃完了 吃完了 用鏡子去 鏡子他 再打 再打 然後一直打 然後 你用電劍 這種時候就可以用電劍射他 要拿出那個東西的時候 他拿那個武器要攻擊的時候 就可以射他 因為他拿出盾 要那個 要那個 這種時候就可以一直狂誇 你就變了 他一直被電麻 哈哈哈 他 換成爆發劍 再射一刀 欸 死了嗎 欸 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 欸 他最後 我 現在用 十字盾 我沒有 哎呦 盾反 盾反失敗了 盾反 盾反難用 進來 你讓我用 我只用爆發劍射爆你 好 Lucky 他掉的武器可能很強喔 掉的武器 荔枝考驗 頂級 欸 40級的 40級的 的匕首 好 把那個 讓武器 16級的武器丟掉 雙手電也丟掉好了 60級的武器 盾牌也是加的 龍族雙手電 好 我再把一個 辣子武器丟掉 OK 辣子武器 丟掉 OK 我們拿強武器 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還有訂閱 還有按鈴鐺 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掰掰 荔枝考驗頂級 過關囉 過關 很簡單的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只要你們的 過爆再見 都很簡單的荔枝考驗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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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已經一千人訂閱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還有按鈴鐺還有按鈴鐺 再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